哇 終於到了入門的最後一篇啦 上次是不是有說 摺氣球初級裡面最難的就是熊耳節了 可是呢 為什麼熊耳節之後我們還有一集要教呢 而且我們今天要教的小花 沒有要用到熊耳節喔 哈哈 熊耳節雖然要練 但是呢 環節也是需要練習的喔 之前教過的大象跟寶劍 是不是都有用到兩個環節 也綁在一起 那小花有幾個花瓣 就有幾個環節要綁在一起了耶 是不是很難 聽就覺得好難喔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我們先灌出一個氣球 最後尾巴流 大概七到八根手指頭的長度 那我們前面呢 先做的是花蕊 所以一個小小的圓圓的就好了 圓圓圓的 那再來就是地獄的開始啦 連續做好幾個環節 第一個很簡單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 我們大概抓三根手指頭長左右 喔 有沒有 這是一個小小的環節 轉進去 第一個還很簡單 三根手指頭長 第二個呢 也是三根手指頭長 小花除了要做好幾個環節很難以外呢 要讓它每個都一樣大 也很難喔 要讓它盡量一樣大才會好看 第二個也是三根手指頭長 好 現在這樣子 就有兩個環節了 是不是 很像寶劍的一開始啊 再來 第三個喔 折下來 之前有交到一個 很多氣球的地方有一個結 我們要把這個結 壓進這個氣球 怎麼辦呢 稍微把氣球拉開 露出一點空間 讓它進來 進來之後呢 這裡 貼著旁邊 旋轉 旋轉 它就比較容易進去 而且不容易有摩擦到 因為旋轉的話 它是貼著 貼著它旋轉 它就不會容易摩擦了 好 現在這裡有三個環節囉 第四個 第四個 我們一樣把它折進去 貼著邊邊進去喔 好 這樣就四個了對不對 要折一朵花 最少最少也要有四個花瓣 才會開始像花喔 如果你只有三個花瓣 或兩個花瓣 可能小朋友就跟你說 這不是小花 他不要 所以至少要做四個喔 那最多的話呢 我們不要超過七個 我們可以做五個 做六個 都可以 尤其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花瓣很小 空間不夠 如果你空間夠大 你做大的花瓣 欸 你可能做到七個八個還可以 可是我們小小的 做太多 它其實沒位置 它會偏掉 也沒那麼好看 再來 那我們現在是讓它放好位置 你也可以 一個一個 摺 摺完之後呢 摺了六個 或五個 摺完之後 你再把它調成花的位置就可以囉 然後 那繼續第五個 卡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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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子就五個花瓣啦 我們來挑戰第六個花瓣 好這樣就有六個花瓣啦 那一開始呢 我們雖然前面有留一點空間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再讓把手更長一點呢 你就可以讓這裡 弄長一點你的花 就有比較多的地方可以握 這樣就是一朵花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會有很多的氣球教學影片 會繼續教大家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練習 就算每一種只做一次 你都會進步的非常快 而且要記得喔 你可以拍照下來 記錄原來你曾經做過這麼多種造型喔 最後呢 挑幾種你喜歡的就好了 喜歡的 記下來 平常就做你自己喜歡的造型就好了 只是練習的時候 有跟著練過就好了 哪天你真的要做這個造型的時候 咦 你可能就想起來了 或者是你再來看影片沒有關係 那因為每一種動物或每一種造型呢 它會有不同的摺法可以呈現喔 當然難度也可以差很多 可以做得非常複雜的一隻狗 也可以做一隻小小狗 搞不好之後你就會看到你喜歡的摺法出現了 或者是你自己就可以研發出新的摺法 所以從下部影片開始 我們一起來練習 一樣會有很多的技巧要教給大家